当地时间4月15日傍晚,巴黎圣母院突发大火,随后巴黎消防及救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。 现场视频显示,火焰由圣母院屋顶窜起,整栋建筑笼罩在浓浓烟尘中。 塔尖在围观者的惊呼中倒下,火灾发生时,圣母院已经关闭,因此内部没有游客,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大面积恐慌。 原本当晚将发表全国政策讲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取消讲话,协夫人赶赴火灾现场。 马克龙首先感谢消防员的紧急救援,并称将共同重建巴黎圣母院。 马克龙表示,这段历史是我们的,现在它烧毁了多年前,我们建造了这座教堂。 历经几个世纪,教堂不断得到扩建、完善,这座教堂我们将共同重建。 马克龙宣布,4月16日起在全法范围内发起募捐,并将寻找最优秀的人才参与重建工作。 目前,巴黎市政府已下令封锁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。 据悉,截至记者发稿时,巴黎圣母院的两座钟楼已经安全,火势正在减弱。 另据当地报道,圣母院内最重要的文物,耶稣受难荆棘籍罐,已经被成功抢救。 巴黎圣母院的主体建筑建成于13世纪,其标志性的尖顶建成于1831年的翻修工程中。 数百年来,巴黎圣母院一直是法国艺术品和文物的重要收藏地。 有消息称,此次火灾可能与近期圣母院屋顶的翻修工程有关。 据报道,超过400名消防员在现场进行灭火作业。